是 皇帝是被人蒙蔽 可是蒙蔽他的人只有郭芳吗 郭芳也有什么特别的本领 可以蒙蔽皇帝呢 我想归根结底 无碍乎两个字 贪欲 事实确实如此 你也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 不错 只能尽力而为了 所以 不能用一般的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犯了错误 一定要付出代价 汐汐 你打算怎么办 我只是小小的一个汐汐 我能干什么 无非只是想以我的绵薄之力 向玉帝和皇帝表决心 决心 对 决心 楚州冰雪 让皇帝彻查了楼月歌之案 但是我的冤情呢 十州的冰雪可以解决吗 如果十州的冰雪不可以 三十六州的冰雪可以解决吗 三十六州的冰雪不可以 那就三界的冰雪 你觉得如何 汐汐 你不能这样做 如果你一意孤行 会天下大乱 天师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可是如今这样的世道 好人比坏人更要有力量才行 一陈这种冰雪 倒下 熄熄 熄熄 走 姑娘怎么了 你是菩萨 菩萨 姑娘说的菩萨 是庙里的菩萨 还是天上的菩萨呀 你什么意思 姑娘怎么这样 老夫好心关心姑娘 姑娘却像跟老夫有仇似的 天这么热 姑娘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看来是姑娘的心凉吧 让老夫来给姑娘暖暖吧 你 看来是老夫多管闲事 也罢 姑娘的手 凉就凉吧 不用老夫操心 你什么事 你什么事 我 Shiva 我 公主 打开洞穴 是 三弟 三弟 人世间有一种情意 比夫妻父母更牢不可破 那就是兄弟之情 像当年 你们俩一起撞死在中奎的棺材前 一身训义 情深义重 堪称经典 可是如今 你们的大哥 却眼睁睁看着你们二人 在此受苦受难 不管不顾 柳公子 你作何感想啊 大哥 当然还是大哥 你不觉得迂腐吗 迂腐 我一点都没觉得 你放心 我大哥一定会来救我们两个的 他不会撇下我们不管的 是吗 你如此自信 必须的 因为我们是兄弟 你不明白 虽然我们不能做到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我们已经做到童年童月童日死了 现在跟你一起死的 是王妇娶 可不是你那什么大哥 你太不了解我大哥了 当年玉皇大帝不肯把我们两个留在天庭 你知道我大哥是怎么说的吗 他说如果不留下我们两个 他宁愿跟我们一起下地狱 你说感不感人 是吗 真是感人哪 可是他现在成了降魔大神 而你们 什么都不是啊 希希 你绕来绕去绕那么大的弯子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我想说 你们上当了 你们两个如果愿意跟随着我 我可以给你们两个响当当的头衔 你看怎么样 真的吗 给我们响当当的名头 那真是太好了 我想想想 你会给我什么样响当当的名头呢 天外魔王 还是超级美少年 真的挺有意思的 究竟该叫什么呢 你帮我一块想一想 该叫什么呀 怎么 想不出来了 好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等着你 告诉我 你要想让我背叛我大哥 你痴心妄想 你想干什么 那你 一定是一个呢 见色妄异的家伙吧 三弟 二哥 我美吗 除非 你显出真身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美不美啊 想不到你一个色鬼的脑袋瓜子里 鬼点子还挺多 想不想看看我们兵宫的天生有物啊 当然行啊 在哪儿啊 有多少要多少 哇塞 哇塞 看看 碧月羞花 沉鱼落叶 环匪艳寿 我这里应有尽有 品种还挺全的 但是 可惜了 可惜了 这么多美女 放出去各个活色生香 留在这儿伺候你一个人 哎呀 还是个母的 哎呀 糟蹋了 只要你们愿意跟随我 他们任你们挑 哎呀 那也得先让我们大哥挑 除非 我大哥挑你 对呀 放手 三弟有进步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怎么会这样 阿姨太厉害了 大哥 你没事吧 三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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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 那对 我不想和你作对 可是你却处处与我为敌 你真的是千年幽灵 我放了你的兄弟啊 可是你却连一句谢谢也不跟我说 是 我应该谢你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的你是谁 你是为了使命而存在的 那么你呢 是为仇恨存在 我不想和你打什么口水仗了 等到 等到我杀了张二和卢蚁之后 你就知道我想干什么了 卢蚁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知道他还活着 当然 可能他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三哥 什么明天后天的 说谁呢 糟了 是卢蚁 我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了 他分明是在告诉我 今夜要杀卢蚁啊 卢蚁 好啊 反正卢蚁也不是什么好人 让他们去杀吧 就是啊 对了大哥 咱们可以趁此机会再闯宫 找到郭芳的尸体 这样我们就可以向玉帝交差了 管他什么兮兮啊 还是东东什么的 让他让人家自己去收拾得了 省得他担心我们知道他的老底 我们还可以趁机把兵弓砸个稀巴烂 大哥机会难得啊 不行 我答应过楼天长的 我相信他 他有一个计划 可以将贪官污吏 流氓恶霸 一网大尽 走 我们先去东山官邸 大哥 东山官邸到了 人家人家大官的宅子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大哥 为什么没有看见人呢 不是说戒备森严吗 没关系啊 试一下就知道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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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 嗯 馒头 三弟呀 这两个馒头就是你的灵感啊 达到目的不就完了吗 哎呀 笨人和聪明人唯一的区别就是 聪明人永远是聪明人 笨人啊 永远就是笨人 哼 为什么我在你眼里永远都是笨人呢 而我在大哥眼里永远都是红人呢 哎 算了算了 别再斗口了啊 来 一人一个拿好 大哥 这个馒头能有什么作用啊 看效果 走着瞧 走 你看看 铜墙铁壁 大哥 还有我们的老箱石呢 大人放心 只是个馒头 深更半夜的 从天上掉下两个馒头 你叫我怎么放心呢 让卢大元放心的是 这回啊 我用的是江泰公当年 火烧琵琶精的三味真火 如果要你也真的出现了的话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四个缸 怎么会有三味真火呢 谁 谁是谁在说啊 谁在说啊 谁在说话 何方要你 何方要你啊 你放心 我既不是来分一杯羹 也不是来砸你饭碗 我是来捉腰的 你是谁啊 钟南山 钟云飞 钟云飞 我只听说过钟 我只听说过钟南山 没听说过钟云飞 原来 他是个高人哪 好 就冲你是来保我命的 我就不计较你的态度了 都说高人脾气怪 本园外可以忍耐 练了你的活儿吧 先看看你有多少银子吧 原来你也是一个为了银子的俗人哪 啊 既然是为了赚银子嘛 何必装得那么清高呢 本园外多的就是银子 我可以让楚州城里的人 白吃白喝三年还有余 好啊 那就拿出来吧 拿出来 凭什么 保你的命 你吹牛吧 你以为你是谁啊 二郎神 齐天大圣 好 你们也就别装了 等着收拾吧 告辞 高人高人高人 高人留步 卢在元外 高人说的是真的 他说的是真的 你们全都是装的 大家不会为争点银子 想碰碰运气呗 什么 你们拿我的命 碰运气 卢在元外 你们说完了没有啊 慢慢聊啊 高人 高人 高人哪 频道已经发现 西边的云象异常 想碰到妖怪就快出现了 你不能走啊 你走 卢在元外 他就完蛋了 来人 背马 卢在元外 来不及了 为什么 你就答应高人吧 有再多的银子 一定有命享用是吧 你们 你不用这么心疼的 本来就是不义之财嘛 你胡说什么 卢大元外 卢大元外呀 这银子和性命比起来 总是保命严谨 我答应你 你写下字句 收银人不要写我的名字 就写楚州百姓 明不明白 日后怕我告你吧 好好好 元外啊 你就答应他吧 度过这一半再说 行行行 走 好走走 快走 元外 大哥 大哥 三弟怎么样 在庙里呢 可是我怎么都进不去 让我试一下 可以呀 走 你们进不来啊 那你们在外面等我 我好看出来 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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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月哥 我楼月哥不想滥杀无辜 只是想借宝弟一用 公请天师和我一起攻审恶魔卢蚁 以示公正 你是天师 不错 不错 我是天师中癸 天师你可来了 你赶紧救我 你赶紧救我 他是妖魔啊 闭嘴 奴隐 我不想问你 那你说吧 我 我 楼月哥 既然你想以示公正 不如把他放下来 让他慢慢说 免得说是严刑逼供啊 这就叫逼供吗 我在牢里面受够了逼供 这算什么逼供 是 不不不不是 你先放他下来 让他如实交代 还有 请我二弟进来 给他做个笔录 还有啊 还要让他划鸭啊 好 二弟 进来吧 大哥 怎么了 有笔墨吗 有啊 干什么 帮他露分口供 诶 大哥 用这个怎么样 我当然更好了 陆夷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们现在用天庭最新的发明 给你录口供 这个仪器很先进 你说的一切呢 都会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 作为呈堂证供 是 现在看你的了 是 你可不能说半句假话 这个仪器还有测谎的功能啊 准备好了没有啊 好了 开始 多秒 预备 五 四 三 五 三 五 五 五 六 五 八 八 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 你太无耻了 那么现在张二在哪里 死了 你还不快说 死了 是不是你杀的 是啊 不是我杀的 是我叫别人杀的 死有余辜 那狗官呢 你是怎么买通他的 银子加金子吗 这些狗官历来就是靠牢狱发的财 只要给足他们银子 他们有的是逼供的方法 多招多得很 那你给了他多少银子呀 说 不多 三个金钉 五百两花银 二弟 都录下来了没有 都录下来了 好 拉他去衙门 去衙门啊 小民最喜欢去衙门了 恐怕你要失算了 这回审你的 可不是一般的人 而是楼月哥的父亲 钦差大人 楼天长啊 怕了吧 我爹 不错 你爹已在楚州上任 像这样的人渣 一定要交给你爹爹禀功神灵 带走 慢 我让天使来世审 不是来判 我的冤仇 让我自己来审判 我要判恶魔鲁蚁 灵蚀 除此 天使 你说恨的 你要把我的命 我是付银子给你的 什么 钟魁 他说的是真的吗 不错 我是向他要过银子 难怪你上次帮着他 原来是这样 他不是说过吗 一切罪过都在银子 我要他把银子拿出来 给楚州百姓 对 我不相信 你们让开 楼姑娘 我大哥说的是实话 他拿这些银子 真的是为了楚州的百姓 你要相信他 我不相信 你们要是护着他 你们就都是我的仇人 楼月哥 你听我说呀 你听我解释啊 谢谢天使啊 你闭嘴 站上 二哥 大哥 鹿蚁不见了 他走了 追 都死了 你的仇人鹿蚁 他已经死了 你记住 我所要做的 就是帮你报仇 多谢公主 你可以走了 你的大仇 我已经帮你报了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 要和你丈夫在一起吗 不 月哥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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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月哥 你真的太过分了 虽然鲁蚁十恶不赦 私有余辜 但必须将他 交给衙门 在公堂接受审判 你不可以滥用私刑 你这是一报之报 只会陷入更黑暗的深渊 你现在这么做 和西西有什么区别 西西 我们不谈这些 先把他押往衙门 而且 你也可以去见见你爹呀 你说的是真的吗 钟魁 你骗我 我没骗你 你要我 交出所有的银子 我都应了你了 你说要保我的命 你还要送我去衙门 对呀 你不是喜欢衙门吗 我保你的命啊 正是为了送你到衙门受审 再说楚州百姓 还没有收到你的银子啊 你 龙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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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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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求求你饶了我这条老命吧 龙月哥 你就饶了我吧 醒醒好饶了我吧 此时此刻 卢大圆外 应该到了阎罗殿了 下官就知道 龙月哥是不会放过他的 少了一个卢蚁 真是去了一大块心病啊 是 大人 这么一来 咱们的鸿门宴怎么办呢 继续啊 让方氏们充当刀斧手 等杀了娄天长 我们再一个不留 禀告大人 什么事啊 禀告知府大人 大人 下官有事禀报 你多久没见过你爹了 十三年 十三年 你爹很不容颜 爹 别急 别急 大人 犯人鲁蚁已经收监了 太好了 你爹是个好人 好人当官是件好事 谢天使 谢天使 你也是好人哪 天使 你不是说 能让我见见我爹吗 是的 但是你现在身份特殊啊 跟常人不一样 放心吧 我来安排 好 好 哎呀 有的人活着 却已经死了 说我了 不敢 是啊 整天看着几个人渣 混点碎银子 混几种酸枣酿酿的酒 喝得半醉不醒的 没老婆没子女 天天这样 年年如此 还就几个人渣 知道我还活着 可怜的人哪 嗯 是可怜 哎呀 这有时候想想 是够可怜的 喝苦呢 苦 苦也没办法呀 是啊 医生 既无能 又没有机会 这就是我的命 好 甘心吗 不甘心 不甘心就能怎么样 想不想 吃香的 喝辣的 想啊 那做梦都想啊 那好 你给我机会啊 你马上把我放了 我给你一百两银子 一百两银子 怎么 嫌少吗 哎呦 瞧您说的 我这辈子 连一两种的银子 都没拿过 发的响言啊 都是碎银子 那好啊 事不宜迟 马上把我放了 我保证给你 一百两银子 好啊 哎呀 我还真想看看 这一百两银子 到底有多少 不过 你让我怎么去见杨王爷去啊 是提着脑袋瓜子 还是抱着下半截身子啊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机会 留给你自己吧 你 你个害人精 死到临头 还想害人啊 你真是恶贯满营 不识抬举 不识抬举 等着砍头吧 去 喂 如果我给你机会呢 你是想逃之夭夭 还是 你是谁啊 你在哪儿 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如果出了这个牢房 你是想逃之夭夭 还是做一番大事业 你要多少银子 我从来不和恶魔做交易 那你要什么 我要 娄天长的人头 对呀 我也是要他的人头 如果他不死 我肯定活不了 倒是逃不掉的 够聪明了 走吧 小东西 还不快走 还不快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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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你來晚了 好 神仙 神仙 蘆嶼他已經跑了 你回去告訴知府大人 如果要殺樓天朝 我們燕州見吧 他睡著了 你進去吧 多謝天使 你是有甚麼事 是非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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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要麻煩你 誰是為了 會呆你 是非生氣 老闆 乳 是非生氣 老闆 阿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儿 哥儿 爹 真的是你 爹 是我 是女儿啊 哥儿 爹下子娘 哥儿 爹 让你受苦吧 不 女儿再哭 不管怎么样 还有婆婆 还有丈夫陪着 而爹一个人置身在外 女儿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女儿啊 男人闯天下是应该的 可爹不敢欠下一屁股债拖累了你 爹对不起你啊 爹别说了 我知道 爹是这世界上最疼女儿的 是啊 爹最疼女儿了 可是爹 当初为了仕途 为了功名 却撇下了你一个人 虽然爹考取了功名 做了大官 可是却连自己的女儿都救不了 还要自己的女儿蒙上了这天大的冤枉 这个鬼儿 我不敢言罢了 爹 您千万别这么说 爹对不起你 当初应该放弃仕途 好好照顾你的 就不会害得你如此凄惨了 爹 爹 女儿看到您有今天 女儿为您骄傲 也觉得很值得 我看到这顶官帽 我就会瞎得发抖 可是我也知道 这顶官帽必须戴在爹的头上 爹是好人 一定不会让平民百姓受苦受难的 孩子 爹一定做最好的官 为穷人做主 爹 你要替我报仇啊 爹一定替你喜愿 戈儿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的 女儿嗓子疼 爹也该歇息了 不 爹想多陪陪你啊 来 走 爹 我的孩子 坐 天师是好人 一直都是好人 我以前錯怪了你 你一定要原谅月歌 楼月歌 来日有可追 不还有来日吗 楼月歌恳请天使 杀了我吧 你并非十恶不赦之人 我为什么要杀你 倘若今天天使不杀了我 以后碰到小女子 一定要 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杀了我 为什么 因为 我是要 不 楼月歌 驾 到哪儿了 过来前面那道坡就到燕州了 别往后看 蠢货 小小 你去把鲁鱼拦下来 交给你了 是 老爷 老爷您怎么样啊老爷 老爷 快跑 要鬼呀 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